你看那儿 我以前毕业的时候 那栋楼还没起呢 真是万丈高楼平地起 我让你看那儿 你看我干吗 你还是别说啊 你长得还真不难看 什么叫你长得还真不难看 喂 我念书的时候可是笑花呢 你应该说 杨白云 你长得真好看 我这人就不爱说假话 你长得真的最多就是 真不难看那鸡鸣 我前两天刚刚卫妆 那怎么办 你太狠了 你必须向我道歉 你没事吧 我 我 别 我受不了 我逗你 疼 玩累了吧 这一天 蹭客 跑步 寻师 访友 连食堂菜你都尝了一遍 还有什么未完的心愿 我好人做到底 陪你完成 排骨年糕 排骨年糕 我们学校做的排骨年糕 最好吃了 好多别的大学的学生 都特别来我们学校食堂 吃排骨年糕 现在 食堂没有了 行啊 留点遗憾吧 留点遗憾挺好的 留点遗憾干嘛 这样吧 我知道有一家排骨年糕 特别好吃 行 行 行 我不陪你去了啊 我发现你对我的仇恨 并没有完全泯灭 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想直接把我撑死 对不对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耍赖呀 你吃了多少 我就吃了多少 真是 最多只能说 我们是同归于尽 真没发现 你挺能吃的 一个小姑娘 比老爷们还能吃 你不怕吃成个大胖子 吃成大胖子又怎么了 吃成大胖子 我就压死你 我看自己了 我妈妈喜欢吃的 别吃饿了 你不怕吃了 你不怕吃饿下 不要吃饿了 从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 什么事情 都要先保护自己 不能再这么忘我了 如果自己忘我 谁还会真正在乎你呢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我就一直很保护我自己 你知道吗 如果每个人的一生啊 都是一个故事 那我就一直在设计 我自己的这个故事 你想听吗 好 我一直都很要强 很要强很要强再找一个 能够让我不要那么要强的肩膀 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但是越是像我这种女的呢 就越找不到一个男的可以依靠 因为那些男的都觉得 你很能干啊 不需要我们呀 很可悲吧 我喝多了 还好 都是你让我喝多的 你想说你爸 没教你喝酒的礼仪吗 怎么可以让一个单身的女孩子 在你面前喝那么醉呢 没教过 从五岁的时候我爸就死了 还没来得及教我学会喝酒 我跟你差不多 从小就没有爸爸 干嘛呀 我们俩 干嘛呀 我们俩 好的 知道了 好 就这样 是不是公司来电话 对 招标会的时间定了 招标会的时间调整了 招标会时间调整了 不过今天我得赶回去 今天可是你那个潘志云的歌人演唱会啊 没错 走 你 你要走啊 我有点事今天我要跟老妈赶回去 哦 本来我还想带你去崇明岛看看呢 哦 那下次吧 今天不行了 公司有急事吗 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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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事 你们公司倒挺 挺闲的 我看也不催你嘛 其实我就当给自己放一天假 晚一点回去也无所谓 要不 你也放一天假吧 这个季节崇明岛很漂亮的 关键是我今天回去晚上要听一个 比较重要的演唱会 你好 欢迎登基 你好 欢迎登基 你好 欢迎登基 走啊 在后面呢 您好 您好 您都可以看轻轻的鸡排吗 座位在里面 谢谢 来 来 这儿 我坐里面 鸡山啊 我觉得这两天这几顿酒白赔啊 没意思 竟是一些小公司迫不及待的 要证明自己的实力 我觉得没什么收获 你说呢 我说什么你没听到啊 啊 我听到了 说这几天你酒白喝了 你接着说 是白喝了 回家也得找我啊 妈 到了 刚落地 好 小哥 我妈问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回家吃饭 对 替我谢谢老人家 你看 你嫂子把饭也做好了等着我呢 我就不去了 好好好 改日 妈 马哥他不去了 他着急回家 好 再见 好 妈 您做什么好吃的了 排骨年糕 那我带另外一位朋友去家里吃您做的排骨年糕行吗 好 真好吃 真的特别好吃 那就多吃点了 好 来 来 谢谢伯母 谢谢伯母 真的特好吃 行了 吃完再开玩意 我要知道你这么爱吃啊 我再多做一点去 请 再做一盘去 行了 妈 它为了两盘呢 猪肉也不便宜 差不多行了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姑娘 对不起啊 我儿子就是这德行 看着你确实挺喜欢吃的 下次想吃再来 让妈给你做 妈 她不是我什么客人 她是我竞争对手 我今天是进您这排骨年糕 跟她套近乎的 行了 越来越没正经呢 人家长得那么漂亮 怎么会是你的竞争对手呢 那漂亮就不能是对手了 多母 我跟季山是朋友 姑娘 你长得可真逊 我们家季山 从来都没带过你们孩子回家 这是第一次 妈 那个千万别呢 那个 是这样 今天路上正好她说到 她想吃排骨年糕 我给您打电话 正好您正在做排骨年糕 两个是不一块的 没什么其他关系 好啊 行了 我这算满足你想吃排骨年糕的心愿了 差不多吃完了 咱开路 哥吧 你怎么轰人家呀 人家还没吃完呢 我吃饱了 吃饱了 伯母我吃饱了 反正公司也挺忙的 下次有机会再来看你 行 你们都是忙事业的人 要不这样 我去把这年糕给你打包回家 热热就能吃了 不用不用 别别别千万别 行了 别撞了 妈 你打吧 看 妈 妈 伯母 妈 没事没事 我就是有点头晕 怎么头晕了 没事没事 没事扶我去 你别动你别动我去吧 你别动了 行了孩子 没事 伯母 头晕 得去医院检查一下 不用不用姑娘 我的身体我知道 现在去医院看病多麻烦呀 我听电视上说呀 挂一专家号 比买春衣火车表还难 行了 不错那车呢 你再坐会儿 来 行了你先坐会儿 我去系条领带 干嘛系领带呀 晚上会有个重要场合要出席 你知道吗 我真喜欢你妈妈 你妈妈跟我妈不一样 她呀 一看就是一心为了你好 但是呢 又不想用爱束缚你的母亲 你总结得不错 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 能问你个私人问题吗 我差不多能猜出来 你想问什么 那我想问什么 你想问 袁卫东跟我的事吗 别问了 走 是因为她吗 我想和你去看她的演唱会 我想和你去看她的演唱会 今天是潘芝云女士演唱会 我在飞机上想起来了 我看过那个广告单 我就想听她唱歌 就这么简单 阶纲 这里好像只有你穿得最正式 詞曲 李宗盛 我碎的臉 難以開口說再見 就讓一起走了 這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們卻都沒有哭泣 讓他淡淡的來 讓他好好的去 到如今年復一年 是 這怎麼回事 這怎麼回事啊 這這哪個日子 這這浪答 唱得伤心处 是啊 对吧 比较有事啊 这都没用 到如今年复一年 我不能停止怀念 怀念你 怀念从前 但愿哪海风再起 只为那老话的手 恰似你的温柔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男女开空学在前 就让你去做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不是先走了吗 怎么才回来 我回了趟公司 你在这儿待很长时间了 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有一种感觉 我已经遗忘很久了 那种真心去爱一个人的感觉 即使我对怎样应付各种各样的男人 都已经很熟练 熟练到不觉得累 就像基因里的编码 调像反射出来的反应一样 但是还是会有人出现 打乱着变吗 我找回这种感觉了 这种真心真意地爱上一个人 和他拥有未来的感觉 我很珍惜这个感觉 因为我不是一个烂情的人 所以我想问问这个人 他愿意吗 我不会用感情做商业间谍的 白云 对不起 我 别说了 我知道了 时间也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我送你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 幸好刚刚那份 我是在台阶上说的 我是在台阶上说的 潘东山 潘东山 潘东山的家长 潘东山的家长在吗 叫潘东山不错 有魏东一字 有我一字 也预示咱哥仨 东山再起 你家孩子的骨折比较严重 光是上加板还不够 我必须做 我必须做关节软骨损伤修复手术 但是这个价格呢 比较比常规的要高一些 那价格要高多少 总共要多少钱 大约三万五左右吧 要这么多钱 可是 我现在的经济条件承担不起啊 大夫 孩子的手术费 您不用担心 我来承担 我是孩子的伯父 我不让你 芮蜜 我来了 十年了 芮蜜 我好想你啊 你想我吗 芮民 你知道吗 我们有个儿子了 他叫潘东山 芮民 我还记得 你以前告诉我 你十岁的时候 原位东逗你 要你从眼睛院的大舞台上往下跳 结果 把你的左腿摔过车了 现在 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 跟你一样 也是在十岁 也是从舞台上掉下来 也是把左腿摔过车了 他太想你了 你快点醒过来吧 你快点醒过来吧 你亲眼看一看到 那是我们的孩子 我记得吗 我记得吗 我一直想给你美好的生活 我 这次我以为我做到了 可事与愿违 我是个废物 五年再见 你 只有一道便来解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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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你在最后的时刻 就只有这些话留给我吗 我 这封遗书 十年了 我一直待在身边 你 你刚才 说 瑞民的遗书 这 可以给我看看吗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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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先生 不让机 袁总 他好像不是我们大神公司的人 我们好像不应该让 行了 出去吧 我记得 当年我送过你一样礼物 是我一直随身携带的 你还在不在 你什么意思 你还嫌搅和我搅和的不够是吗 你搅和的老婆也没了 女儿也没了 我的买卖全给你 我再问你那样东西还在不在 你不就问薄皮小本吗 你以为他在哪 我扔了 什么 还是我压在箱子底下 我告诉你唐吉山 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他放在 连我最近的地方 现在拿走 我接着跟你说过 这上面有我爹的一条命 这上面有我爹的一条命 还有舅的 我的一条命 我现在问你 这上面 还有没有别的命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是谁 你 走 你 是居民 我 是居民 你 不是 你 是居民 是居民 都是居民 把我扔了 半夜 是居民 后那篇我写的 能分钟留 像 真像 不是 不是真像 简直就一模一样 他伪造了我的签名 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学的 还真挺像的 只许队 无所谓 说话 说话 我承认 是我谢了 你到底对瑞绵做了什么 你诈骗案是不是你干的 说 这十年老是不是我替你做的 说 你听我说 当时那些事情 是瑞绵和我一起干的 可当时我们也是被人给骗了 我没办法 只能跑 就怒说说出车祸了 一不小心 瑞绵坠牙了 我当时想救他了 你还在撒谎 你想去救他 我想去救他 为什么要编这个银术 我没有 瑞绵坚 你听我说 我当时是想去救他呢 我下去之后 他一脸的血 他 他下面 他也没有呼吸了 我没办法 我当时只能这样 我先编一个银术 把所有事情 先堆到他的头上 我没想到 先来叛你这么多年 我害怕 我没敢去厮守我承认 可是 你让我怎么办 我 还有晓云啊 晓云你需要照顾的 是你毁了瑞绵 毁了我 真的 书雄 喂 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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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毁瑞绵的话 他一年十几万要 归谁给的啊 我这些年 我拼命之间 不就这样吗 你想一想 晓云谁照顾的 当时你记记 我没法救你出来 晓云 你听过什么 不是你想的那样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哒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刚出来的时候 我告诉过你 整个大伤一半是你的 我对不起你 现在 你要想要整个人都拿走 你想要什么 我只要你说我权给你想要什么 我要你原味动 造报应 从此以后 我们不是兄弟 睡眠也是 你不配 我还在于是 我还在几个人 我还在几个人 钟 我还在几个人 试试 你知道吗 你留下来的那封遗书 那里面的每一个字 这么多年 我想一把劫 时时刻刻地插着我的心 你好 你好 请问一下您是骨科病区 潘东山小朋友家长吗 是 他怎么了 是这样的 骨科呼吁部啊 打电话来找您 现在您的孩子 已经做完手术了 请您现在马上去接他 好好好 我这就来 好吗 谢谢啊 不客气 未明 我去陪东山 等他能站起来了 我就带他见你 你还钱 躲起这儿 你还钱 把他俩半两都不够 巨额诈骗是他们犯罪 我的话你不听了吧 我怎么才是 也是他在内心 你打着能够 没人 你打着能够 我不要 要是我 我给你打着呢 你打着呢 你打着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你在哪儿 公司行政处的人给我来电话说 你和袁总打了一架 是真的吗 出了什么事 你在哪儿 我在酒吧 你在哪儿 我在酒吧 你一个人吗 袁总吗 我不认识这个人 多多了吧 你怎么就见人了 没见过大声说话了吗 对 对 我当你看这儿 走进去就没有人 走进去就没有人 你一定会有 谁坐在那儿 你没听什么 在 喝 喝 你 前两个酱 前两个酱 每个 就是 是 在这儿 小方 你们可以啊 这儿 好 这儿 太不错了 这点试试吧 试试 试试 我本来以为 这天永远不会来 我本以为 我可以蒙混过关了 可谁想到 她还是发现 今天她来找过我 我们俩彻底败了 而且她还替你也做了主 说我和你也不配做兄弟 萨儿啊 你要是醒着的话 会像她一样 也和我恩断义绝吗 这十多年我什么都跟你说 甚至我都告诉你 我和小云已经 我知道自己是混蛋 我知道我已经无药可求了 就像她看着我的眼神 就像她看着一块已经 腐烂的丑肉 萨儿啊 你现在睁开眼睛 也能看到一个这样的我 我们俩真是 这儿不是冤家不举头啊 既然 她已经不把我当兄弟了 既然她已经向我宣战了 那我不介意 让腐坏的 更多一些 她个儿咋里的 你最幸福 得更多一些 感写 杂涅 杂涅 是